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单位荣灭众生苦 另一世间而发心 常于利落众众生 庄养果度供养佛 受识正法修住自 圣苦提供而发心 身心心结常清静 恭敬尊重一切佛 于法及生于入世 至上供养而发心 深信于佛及佛法 以信佛子所行道 即信无上大菩提 菩萨以示出发心 昨天这个没有讲完 这三季半 一共有三季半的计算 再把它重说一下 单位荣灭众生苦 这是阴地 阴心 阴心就是大悲 大悲呢就是救众生 这是发菩提心的阴 这从事 从事重复解释 昨天所说的阴缘 阴有四阴 阴以四阴 单位荣灭众生苦 这是大悲心的阴心 因为要灭众生的苦难 所以在世间而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这一共有一句半 只有六句话 因为我们昨天下了课了 路过 我问我们一个劳动的小道友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庄严福度 我说下头呢 我说下头没得了 庄严福度干什么 还有下头一句话呢 庄严佛度是供养祝福 严土供佛 严土供佛又做什么呢 调伏众生 调伏众生 就是令众生灭苦得乐 灭苦得乐 是菩萨大悲心的 酝酿的发展 为了灭苦 为了灭众生苦 利益呢 众众生 让众生得到利益了 因此下句才说 常严利益 常严利益 俗众生 灭众生苦 是大悲心 常严利益 一些众生 又是大慈心 就是大慈 大悲 悲 是拔众生苦的 慈 是给众生乐的 这叫慈悲 那么你说话得有处所 调伤得有个地点 在哪个世界调众生 一切果斗 庄严的果斗 就是供养佛 那这四句联系起来说 上供 上供养佛菩萨 三宝 下祭有钱 下呢 就是利益 一些众生 令众生得度 受此正法修筑字 正普提固而发心 身心心结 常清静 恭敬 尊重 一切佛 前头发大字 是信的音 信心的音 总说都是信音 那么这个音呢 种下去了 有这个音 一定能干果 果呢 就是真正的发心 慈悲 立于众生 沿途 供养祝佛 供养祝佛 也是调于众生 祝佛也是在这个国度调化众生 真正发佛的心量 必须得具备 慈悲 同时呢 你必须得深信 不是浅信啊 深信时候 实信圆满了 才叫深信 信而能解 解嘛 信了佛法了 要研究学佛法 要了解佛法 这叫解 这解而后发心 才真正的发心 这几天 咱都讲这个问题 说实信满心了 登了出入位 发菩提心 这个发菩提心呢 比我们在凡福地 就是我们现在所发的心 那就深多了 深多了 是不是甚深了呢 那还没达到 甚深得登到出欢喜地 真正正的发心了 真正正的发心了 正的真入的尸体 再发菩提心 那才叫真正的发心 现在咱们只是一个信药而已了 信药而已了 真正的发的心的时候 得到我们信为圆满成就了 同现 相信我因地所做的 深信诸佛 即佛法 是深信 信佛 信佛所说的教法 这个因是什么因呢 是我们的佛性 本具的佛性 根本具足的 具足我们不知 我们也不能用 连心还不知道呢 怎么用呢 由于我们恭敬尊重一切佛 接受祝福菩萨的教授 假这个外缘 这就是说缘 假这个外缘 重生我们的因 如果能舍受 就因成教 这样的才能够 溶灭众生苦 溶灭众生苦 不是一句话呀 假如我们帮助一个众生 不是十个众生 一万个众生 我们怎么能够 让他得利益 让他直到苦了 断苦 苦断了 灭苦 而能够修祝福佛法 直到苦了 直到灭了苦了 而都羡慕祝福菩萨 发心求大 所以庄严佛果斗 就是供养祝福 受此祝福所说的教法 完了呢 以此法又调伏众生 下一个祭祝 受此祝法修祝字 正普提故而发心 正普提故 正到佛所正的佛国 十祝位是相似正 十地位是奋正 到究竟佛国了 究竟正得了 第一个你发菩提心 感受祝福菩萨的舍受 因为你发了菩提心 感到祝福舍受 这是因具竖了 第一个具竖是性具 第二个具竖也是 祝福菩萨的发菩提心 你发菩提心 祝福菩提摄受 第三个你灭众生苦 是大悲心 就是你的因 利落一切众生 庄严佛都供佛 常使荣莽量 就是具足成佛的因 这叫四因 什么是四源呢 恭敬尊重于切佛 见佛的神殿 利益众生的法力 得到祝福加持 这叫第一源 受识正法 奸勤勤勤不屑 勤勤勤不屑 就是文乐微妙的法 文法的因缘 这叫第二源 当你受识自法之后 见法欲灭的时候 现在咱们这个时候就法灭 人家说 佛在世上正法五百年 相法五百年 末法一万年 咱们是在末法当中 见法欲灭 这个见 是第三源 不是四因四缘吗 这是第三源 因此要护持正法 就法灭过众生苦难 就是没有文法的机会了 想灭苦难 因缘没有了 想灭众生苦 先是见到一些众生 受祸业之苦 祸是迷惑 不能见自己把相 不能明白 不能明白佛法 就起祸了 起祸就造业了 造业了就受报 这叫祸业苦 三者是相连的 因为要灭众生苦 给众生做殊胜因缘 这叫第四源 见苦就是缘 掌你大悲的因 这因缘具足了 这能